好 剛剛組織中心的最新的記者會就有說到了 現在返國之後呢 在6月15號之後是3加4的防疫天數 讓大家呢 出國的意願可能會變高 但是現在呢 跟大家說了 10多家的殘險業者 海外旅瓶險不賣 或者是突發的疾病保障 現在都取消 換句話說 如果你出國 在國外染疫確診 就醫一律 沒得理賠 疫情趨緩 亞洲各國相繼開國門 搶撈觀光財 以往民眾出國前都會投包旅行平安線 現在可得留意了 國泰產線開出第一槍 暫停海外旅瓶險中突發疾病醫療線 除了部分停售 旺旺有臉等產線公司 則是整個旅瓶險通通停賣 還有南山產則是限定國家理賠 總共10大產線公司通通跟進 換句話說 民眾如果出國不幸 在國外確診就醫一律 沒得賠 防疫保單虧損都沒消化 業者當然不敢再冒險 但若綠瓶險等意外險通通停售 民眾該如何買保障 就怕出國再也無法心安 保險達人給出解方 但說市場波動衝擊 傳線業者還能撐多久 富邦國泰兆風等三大金控旗下產線五月均大幅虧損 整理金控五月獲利僅僅只有154.73億元 月減超過六成比去年同期再腰斬 五月份不要說虧損 六月份應該會虧損得更嚴重 那七月份理賠應該會達到一個高峰期 業者開始做爭執的準備 甚至覺得說 哇 為什麼估算出來的虧損 金額每天都在飆高 防疫保單 禮服海嘯來襲 產線業者抽象警鐘 只是最一定要哭著 恐怕還是民眾 記者 林俊廷 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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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